大衛說我們今天去哪裡?去比佛利的一家豪宅來的 但在那之前我們先去看一下我們一個我獨家代理的一家奶茶店 然後再去一個2000萬級別的豪宅 帶各位去看一下2000萬級別的豪宅長什麼樣子 對,我有關於市場 我還想要去做一些比較隨機的地方 在mall裡面開店是蠻不錯的選擇 如果你要打品牌的話 那當然相對的你要進mall也沒那麼容易 舉個例子像鼎泰豐他一開始也不是在mall 他在Arcadia的一條4Wing的上面 然後是一個小餐廳 然後慢慢的他就累積實力 然後進了幾個mall 從幾個mall開始 一兩個mall 比較一開始都是先從一些偏遠的mall開始 例如說他進的是Glendale的mall 然後接著呢再去Arcadia Mall 最後就去South Coast Plaza的mall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進去來經營這個品牌 所以mall的人流量是很大的 所以就有機會創出一片天 那我們今天來的這個是Del Armon Mall 裡面的一家飲料店 有機會拿上是在給有興趣的人來參考一下 我覺得位置是還不錯的 這也是Del Armon Mall Sarbox星巴克的正中央 我們去看一下 你就是電影院AMC 在這個位置 旁邊是一個電梯 星巴克救站 星巴克沒有理由開在這邊 可能他開在這邊代表 電影院 星巴克 Peesbong 其他 работу proteins 等於聽說 ier 黃 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